LITTLE BOX 火箭女孩与泡泡糖交替 3.威格尔斯夫人 那个交替是你的泡泡糖? 罗希问 是的 玛拉喊道 我吹了一个泡泡 它变得越来越大 那个交替又发出了轰隆声 咕噜 罗希抓起玛拉 想带她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们停在一个高楼的楼顶 谢谢你 火箭女孩 玛拉说 不客气 罗希说 罗希和玛拉看到交替变得越来越大 咕噜 交替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城市的街区 你嚼的是什么泡泡糖? 罗希问 玛拉从口袋里掏出那盒泡泡糖 这是一个新产品 她说 它叫威格尔斯夫人口香糖 威格尔斯夫人 罗希说 她在美罗城近郊 有一家新的糖果工厂 也许我应该去跟 跟谁? 在他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罗希转过身 罗希转过身 看到一个高个子女人 站在那里 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 戴着一顶高的帽子 你是谁? 罗希问 我是威格尔斯夫人 那个女人说 很快我的泡泡糖胶体会覆盖整个城市 除非部落母市长给我一百万美元 纵则 纵则 焦体会一直留在这里 罗希怒视着她 那只是你的想法 威格尔斯夫人 罗希向坏人靠近了一步 就在这时 罗希听到了叫喊声 救救我们 火箭女孩 罗希往下看去 发现有几个人困在焦体里 威格尔斯夫人大笑起来 一会儿见 火箭女孩 她从外套里掏出一条长长的绳子 她把绳子抛向楼底 然后顺着绳子滑下去 一辆长得像果冻豆的卡车 在楼下等着她 威格尔斯夫人跳上车开走了 罗希看向马拉 你在这等着 罗希迅速飞向焦体 她抓住一个男人的胳膊 请救救我 火箭女孩 男人说 我不想被泡泡糖吃掉 别紧张 罗希说 我会带你离开这里的 罗希把大家从焦体里拉了出来 并带着所有的人飞到安全的地方 焦体不断延伸着 粘住了更多的大楼 很快就覆盖了整个美罗城 我真受不了这个可恶的焦体 罗希说 呃 她的眼睛发射出激光 轰隆 泡泡糖焦体被炸成了上百个碎片 罗希笑了 太好了 再也没有 咕噜咕噜 突然地面开始晃动 到处都是轰隆声 所有的小焦体都在动 都在变大 罗希咽了咽口水 看来我把事情变得更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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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